看过并行记这个节目的观众 相信对这个节目都非常的熟悉 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节目 拯救了许多在迷途中的城市叛逆少年 让很多失去希望的爸爸妈妈 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 逃逸是这一期并行记农村纸人工 一个非常可怜又坚强的孩子 在逃逸小的时候 妈妈就跟爸爸离婚走了 撇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逃逸的弟弟当时只有三个月大 真是非常的可怜 妈妈走了之后 逃逸的爸爸就常年在外地打工 家里就只有爷爷 逃逸和弟弟三个人相依文明 这一次能有机会来到大城市体验生活 对于逃逸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终于走出大山了 初次见到逃逸的时候 城市爸爸妈妈就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儿子 两个人一直想有一个女儿 这一天因为有事情需要两个人外出 家里就只剩下逃逸一个人在家 爸爸妈妈走之后 逃逸就迫不及待的打开电视 一直在看电视 临走时妈妈嘱咐他记得学习 逃逸一点都没听进去 一边吃着超考 一边看电视 看了非常的久 才想起学习 还是非常不经验的学 网友翻翻炸锅 这个孩子不会变成那边好高无远的孩子吧